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向士币索命 向士币是宋朝人 官任南平军政府史屡立战功 皇上对群臣说 向士币能够随机应变 不等朝廷命令 领兵禁居归州 而且慷慨捐出百万家财 以供军需 这种精神值得嘉奖 向士币战功赫赫 兼向甲四道却暗中忌妒 考察他守城时所用的军饷和武敏 以不实的罪名将他逮捕 押到刑部审查 牧鼠方元帅 知道甲四道的心意 吉利 逢迎 百般欺凌向士币 逼他招供 向士币不堪其辱 死在狱中 方元帅又拘捕向士币的妻妾 继续证索 事后不久 方元帅得了一种狂病 精神错乱 总是看到向士币向他索密 整天呼叫 士币 士币 最终折磨而行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